一開始我們就要來集中這一座 全世界最高最大的夢幻城堡 您不曉得的是 它出自於台商的手筆 原來這是專門經營造景工程的台商 這個團隊就是幕後工程 上海迪士尼萬眾期盼 歷史五年打造後發先制 在遍布全球的迪士尼中 一口氣暢下五個第一 這是全世界唯一一座 急速光輪刺激破表 是市營運期間最熱門的項目 而另外一樣第一 閃爍著台灣之光 這是每座迪士尼都有的核心建築 夢幻城堡 五年來眼見它拔地而起 神秘面紗逐漸揭露 歐式風格外觀塔尖上樹立金色牡丹 中西河壁高達69公尺 傲視全球 是各地迪士尼中最高最大的一座 泥地一個荒野到一個現在目前的景區 情境讓人很激動 主體工程由大陸營造商負責 但畫龍點睛讓浪漫情懷悅然而出的 卻是出自珠海台商的手筆 當我們在雕塑的美術的創意 是讓它硬的東西看起來是柔軟的 讓它對有風吹下來 那種飄逸的柔美感 在建築外配露刻出歲月痕跡 讓平板的表面展現耐看層次的 是一種叫做GRC 玻璃纖維強化水泥的特殊職材 在水泥中加入纖維 強化了混泥土的耐力 也產生更大的可塑性 先開模製作再脫模 歷經好一番周折 也只做出半成品 這邊所有的烏瓦還有梁柱 都是水泥雕塑而成的 它的工序也是非常的複雜 像是這個塔尖 它每一個每一個的磚塊 必須是按照順序來拼貼 得花上一到兩個月的時間 而這些物件組合起來 就會成為迪士尼城堡的外觀 古代它是用堅正的石片去組裝的 但是人覺得它會掉下來 但是在迪士尼它是比較特殊的 它把所有的這個板片 每一塊呈現不同 屋頂細節肉眼哪裡看得見 但國際級的遊樂園自有堅持 為了展現城堡的歷史感 石板經過風化 每一塊的基礎紋路都不同 管控及其精密 和設計圖誤差不能超過0.1公分 如果把這個曲面 能夠把它斷面斷出來 深度跟寬度 紋理 花式 背面的基礎我們都做出來 要通過迪士尼駐場人員龜毛審核 團隊永遠呈現備戰狀態 看我們的師傅再安裝一個構建 那一二十個 二三十個人 每一人講一句話 就快要一個上午了 開工前試作花了2600萬台幣 直到看著鷹架慢慢拆下 城堡露出完美面容 剪停載才如釋重負 隨畫畫出身的剪停載 曾經當過禮品業務 1992年到大陸設廠發揮專長 做起雕像造景 台灣公司則是進行汽車旅館 外觀設計 1998年花蓮遠雄海洋公園造景工程 就是他們企業崭型的第一個成功案例 2007年運用彈化水泥 更加得心應手的剪停載 又接下了澳門威尼私人酒店 要讓崭新卻冰冷的建築物 潛入歷史的質感 重現中古世紀風情 這是一場難以想像的苦戰 但開幕之後大受好評 成為剪停載團隊 脫胎換股的契機 威尼私人讓大型主題樂園 看見他的實力 自此邀約不斷 2008年負責香港迪士尼 和海洋公園 2009年新加坡環球影城 之後加州迪士尼小鎮 也找上它設計包裝 這時剪停載已經成為 迪士尼團隊的口袋名單 翻過來 對 翻過來 寬大平扁的身形 紅雲在海底世界悠遊自在 但到了剪停載手裡 卻是超越自己的挑戰 迪士尼經驗加持 2013年大陸最大的 珠海長龍海洋王國 給剪停載出了難題 超大紅雲屋頂 要放在樂園正門口 最醒目的位置 你每次來都要拍照是不是 那肯定的啦 為什麼 漂亮嘛 看這個就覺得挺壯觀的 流線型的一個曲度 而且整個的模具 3D雕刻 包括鑄作模具 做這個產品都安裝等等 會一系列非常困難 水藍色的紅雲屋頂 由玻璃缸材質打造 再拼裝各式鮮豔的 海洋生物襯托 搭配巨型貼幕LED 聲光效果十足 造景建築物背後藏的細節 是台商近20年的努力 專業的雕塑工藝裡面 要把坊間 坊間 坊石 甚至於把材料把它做到最經典 從沒有到設計到有 到實現出來 那真的一個夢想 把建築物當藝術品做 堅停在不但搖民國際 更成為樂園的造夢者